好 最终还要来关注政治方面的消息 今天呢 是这个候选人的号次出炉 台北市长候选人抽到6号的国民党蒋万安 在现场有庞大议员候选人应援团欢呼 五党籍黄珊珊抽到8号 而民进党陈时中则是12号 蒋万安6号 黄珊珊8号 陈时中12号 正面加油 台北市长选举抽签 蓝绿白三人号次出炉 口号准备好 台北市长选举全品陈时中 六六大顺 代表祝恩 台北八号 黄珊珊过去招牌手势是双手比OK 代表三三 抽到8号后不能再比了 得立刻换手势 但大家一时间还没调试过来 黄珊珊 高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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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这样 而陈时中原本只想派总干 但是代抽 后来又改亲自上阵 刘师因为行程非常忙 马金总最后决定就让我自己来圈 来抽签 那我自己来也很好 运气也很好 抽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号码 除了运气 还需要人气 蓝牌再度展开抢人大战 这次是蒋万安抢赢吗 前北市副市长邓家基跟黄珊珊 都有亲民党籍 过去在议会还是同职寻组 邓家基却公开力挺蒋万安 在那个场合我觉得我们可以体谅 那个场合的气氛 不用去联想的过多 我们就是觉得要争取每个人的支持 但是不需要去把人家电标签 邓副市长他也表达 我对我的鼓励 给我们支持 我都非常感谢 邓家基一句市长选蒋万安 同事情已是否变调 又是否成功拔装 蓝白各自解读 TVBS新闻华少平李国伟 李平宜SNG小组 台北报道 随着浩千这个抽签浩次的出炉 不少人才惊觉说 原来台北市还不止萨卡多 总共是12个候选人 要来竞选台北市长一职 而这人数还是破纪录 历年来最多的 包括黄珊珊在内就有6个人数 无党籍 至于国民党蒋万安 在场内跟场外都遭到对手 民众还有对手 拿姓氏议题朝他抢下 不止外头 民众闹场 连对手也冲着蒋万安 声势而来 尴尬的失控场面 蒋万安倒是没有理会 至于政府声量都拿下第一名的 陈时中 首次参选 好次抽到12号 原来除了萨卡多之外 还有9人参选 人数之多创下北市选战记录 而在12位候选人当中 包括黄珊珊 共有6人属无党籍 再扣除掉蓝绿大党 还有4人代表小党参选 我如果当选台北市长 我做的就是三件事情 公平公平公平 蔡英文政府执政 已经将近8年来的 事实上它的成绩 它的成绩事实上 让民主都退路 北头有两间房子 那我卖掉了其中一间房子 卖房参选 加上150万保证金 本业是律师的童文勋 已经烧掉700多万 为的就是改变蓝绿白执政现况 另外还有他夫妻俩 一人选市长 一人选议员 像我跟我太太的 这个保证金 合计起来170万 我们是贷款来的 我们需要真正的 民选的公职人员 进入到政府的体系 才能够真正把 东保相关的政策做好 不只抽中1号 更是12位中最年轻的候选人 张家豪强调 不是捧钱送头 但有这么多人参选 让人想起 这效应来自当年的 蜂蜜柠檬 大唱主题曲爆红 还推广蜂蜜柠檬的 吴二阳 2018年 跟柯文哲竞选市长 落败之后 沉寂了4年时间 这回转战改选议员 即便抽到大家最害怕的4号 还是自信喊话不在乎 毕竟号码再激励 也要选上才有意义 台北市长 柯文哲周末 又要到台南辅选 而这次又有热带低压 引发共办效应 可能会下大雨 晚间 柯文哲决定 把台南的行程取消 说要返回台北坐镇 另外上次 关水门被骂爆 北市府也修订 脱掉了SOP 不不管水门关不关 都要民众先移车 10月22日 我会在台南 和大家一起见面 跟大家预告台南见 台北市长柯文哲 周六又要去外县市 辅选还形成满党 偏偏周末 又有热带低压 共办效应 可能带来致灾性豪雨 不排除回台北坐镇 很多地方的土石 相当的松软 所以我们也研判 有可能如果再有豪大雨 是有可能会有一些 零星的灾情 所以市长的行程 都会相应这些状况 来做调整 21号晚间 市府团队将进一步分析评估 一旦雨势可能导致灾情 柯文哲的台南行程 就会喊咖 甚至连夜返回台北 连之前被骂的水门案 SOP也重新修正 你们是不是通知大家 舒散门 可能随时要关闭 现在要改为 只出不进 并且要大家赶快来移车 因为之后就要进行脱掉 北市府过去 在台风好雨时会在水门关闭前六个小时 才通知车主移车 在展开脱掉作业 新版SOP则是发预警讯息时 就预告即将脱掉 等于不管舒散门关不关 大家都要去移车 16号当天大直桥最高水位 仅次2004跟2017年的大豪雨 强调断然关水门是不得不 但不到一个星期面临同样考验 柯文哲补修防灾政治学 被酸作秀也要拿分 TVBS新闻华少平一匹 台北报道 日前因为泥沙台风 以及东北季风带来的共办效应 让新北市戏指的伯爵山庄 传出土石流的灾情 而就怕即将到来的豪雨 再酿灾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今天也特地前往现场 紧盯灾后复原进度 亲自到灾民家中走一遭 赶灾大雨可能再来 前侯友宜又到戏指伯爵山庄 碰上住户都能随口聊几句 当然住户最忧心的电塔签键 侯友宜也没忘 当着台电人员的面 专达居民诉求 言下之意是高压电塔不强制 要求牵走吗 原本态度强硬的台电 短短几天似乎不再坚持 只是侯友宜应担心 周末大雨特地来接趟 是否也怕再被说 只顾选举不顾市民 那隔天辅选行程还跑不跑 我们要看整个状况里面 我们会还好的把事情做好 现场堪灾 某部分也是巩固自己选情 TVBS新闻 吴会员轩宛柔 新北市报道 2029和一大选 桃源市长的候选人 今天也是抽出了各自的序号 而TVBS最新民调也出炉 相较于上个月 国民党张善政支持度略增 两个百分点 跟绿营的郑运棚相差11% 同时民众党的赖湘林 跟武党籍的郑宝钦 支持度都有下滑的趋势 选战可能朝向 蓝绿对决 桃源第一名 赛胜一定赢 运棚当事长 市民有靠山 不管抽到几号 候选人们早就准备好口号 因为从此刻开始 这个数字就得紧跟着他们 一直到年底的九合一大选 四名桃源市长候选人 在选委会集合第一次同台 亲自抽出自己的后赐 一号是国民党的张善政 二号民众党赖湘林 三号民进党的郑运棚 四号是五党籍的郑宝钦 续号定了TVBS的最新民调也出炉 对比现在和选前两个月的选民支持度 国民党张善政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来到百分之三十八 民众党赖湘林和民进党的郑运棚 维持在百分之五和百分之二十七 而五党籍的郑宝钦 则是下降两个百分点到百分之六 抽到一号似乎也增添蓝营不少信心 因为看看各年龄层的支持度 除了三十到三十九岁 有百分之三十九的选民 支持郑运棚为最多之外 其他年龄层的支持度 都是国民党的张善政包办 而且从民调显示 四年前投桃园市长郑文灿的选民 只有百分之四十六 愿意支持他的二点零郑运棚 百分之二十二 却转为支持国民党张善政 同时郑宝钦 赖湘林的支持度有下降趋势 九和一大选的桃园战场 恐怕市场蓝绿对决 TVB的新闻林志伟 中文宣桃园采访报道 再来看的是新竹市长选举 候选人的号次抽签 国民党的候选人林根仁是抽三号 民进党沈慧宏五号 而民众党的高宏安抽到六号 不过他最近深陷违法兼职的怡云 更有网友替他翻出资测会 2014年的影片 当时高宏安就替资测会的 衍生公司做简报 这也让高宏安痛批资测会 是被绿营施压后改口 才说他没报备违法兼职 这十七年前的高宏安 一口流利英文替资测会 衍生公司科制企业业务简报 这影片就放在资测会的官方频道 但他最近深陷违法兼职 风波资测会喊告 不过高宏安一一拿出证据反击 抽候选号码这天 国民党林耕仁三号 民进党沈慧宏五号 高宏安抽到六号虽然开心 但仍得面对争议 不只有拿影片佐证 前一天也拿出照片 201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 替蔡英文和沈荣津导染 当时还穿着科制企业的制服 痛批资测会遭到绿营施压 才改口 不管高宏安怎么拿证据澄清 柯建民仍然警咬他违法兼职 就连国民党在台北 也帮忙声援喊告 难道真的是绿能你不能吗 如果资测会 他要准备对高宏安提告 逐科管理局 为什么对于林志坚违反 著作权相关的法令 他这样不闻不问 说自策会告高宏安 那么逐科管理局怎么不告林志坚 虽然看似要攻坚 但这是忘了自家新竹 还有候选人吗 就怕帮了高宏安 伤了林庚人 捍卫国家的财产权 智慧财产权权 我相信林庚人也会同意 林志坚及高宏安 虽然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但选市长可不像选议员 可以手拉手一起走 TB的讯息人陈志坚 张家导 他去台北新竹长报导 选将抽号次 绞尽脑子让人有深刻的印象 上次嘉义市有女性的议员候选人 她是衬衫扭扣相爆开 原来是请人特别设计的 上台前还被人提醒 扣子扣好 另外高雄有竞选连任的市议员 是穿着护士服拿大针筒进场 也有蜘蛛人跟鬼面之刃的主角 分身出现 甚至还有候选人 把家里头代表幸运的爱权 给带来 号次抽签入口处 朱星候选人跟助理 牵着三只笔熊犬往外头走 实在没辙 直接把手上的签绳交给女警 因为要抽号次 场内禁止宠物进入 女警化身狗保姆 还好笔熊犬算乖 不费不闹 在场外等主人 抽号次 笔熊犬就在场外 等了将近四分钟 狗主人抽完签 再把毛小孩带走 感谢执勤的玻璃室帮忙看管 还有竞选连任的市议员 一家七口出动 选将的丈夫儿子 扮演成漫威超级英雄的蜘蛛人 蜘蛛人的依然也很相当 有保护家人 世界的意识 能的力越大 为了营造圣选气势 输人不输症 鬼灭之刃的主角 炭智郎的分身也来了 还有女议员 穿着护士装 手持大针筒 讽刺高端疫苗 选将脚尽脑汁比吸金程度 嘉义士这位候选人 衬衫怎么看怎么怪 在场有妇人赶紧好心提醒 不是扭扣掉了 也不是没扣好 是刻意定制胸口不扣 扣子的衬衫 外型装扮颇有个性的候选人 受到网红小商人的邀请 挺身改名投入选战 提出希望推动对性工作者 消费者的权益关注及保障 用穿搭表达参选政见 说不想模糊焦点 没那么简单 TVBS新闻 林邦基建亨黄小琪 高雄嘉义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